因為他現在有插管 所以他沒辦法講話 但是叫他名字他會點頭 他能夠遵行我們的指示 危險期應該會復過 這樣就等他慢慢的屬性 這個宋同學呢 因為我們這兩天把他的腦牙控制得相當的良好 所以昨天我們就開始慢慢把他的鎮定器慢慢減量 另外呢 我們也最終一個要斷除掃描 掃描並沒有發現有很厲害的水腫 那今天早上去看他的時候呢 因為腦牙都相當的好 因為他現在有插管 所以他沒辦法講話 但是叫他名字他會點頭 他能夠遵行我們的指示 代表他是相當樂觀 今天已經是第五天嘛 腦藥沒有在指示上升 危險期應該復過了 現在就等他慢慢的屬性 為什麼一直叫他的名字他有什麼反應 他會點頭說 說他的名字然後是不是他說是 他就點頭 這代表他已經是在清醒的 他有沒有去再打貨病床 然後再載桌子 要等到他那個呼吸器徹底 然後打貨管了以後 翻查核兩三天才能撞到他 到達到我前面 找他 他會不會死 如果他會不會死 你不要亂 你不吐